晚上六点钟看到一条评论说 好想吃烟熏香肠 可是在家做不了 所以我就临时拍了这条视频 前后也就十分钟哦 这个是前面视频里面 做的麻辣香肠已经是干了 八分干差不多 然后这是茶叶 大米白糖 橙皮 我这个橙皮是已经打成粉了 可以直接用橙皮调也可以 别看就简单的这几样东西 只要十分钟就能让你吃到 香喷喷的烟熏香肠 一定要用铁锅 千万不要用不粘锅 不能给你报废了 上面放几根筷子 然后筷子上面放上香肠 再开大火 烧到像视频里面看到的这样 冒大烟了 然后再转最小火 盖盖 小火烧大概八到十分钟 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等到它烟雾完全散掉 就可以开盖 看一下也就花了十分钟 这个颜色漂不漂亮 一开盖就能闻到很香的味道 这个时候还是生的 不能直接吃 我特意蒸了一根 看一下蒸熟了之后 它的颜色还会更深 真的特别香 喜欢烟熏香肠的都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